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之所以做这个节目啊 就是最近的在海岸两地 海岸三地 海岸三地 海岸两岸三地 一位非常重要的宗教界的领袖 新军大师 我们不能叫去世啊 他有一个特别的词 就是我们用通色的话还是叫去世吧 那么这个我呢发了一些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文章 一些这个介绍 结果我们的六都世界有一位知名的网友 知名的网友 海岸博士 就说啊 这个老何 你现在可以直接来讲一讲 新军大师和江泽民时间的那些事了 对吧 现在这些人都过去了 我说我没有时间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没有时间 更重要的是我并不是真正了解的人 真正了解的人我可以找到 那他们说那你就找一找 对啊 结果我真的就找到了 就是今天的纪世民先生 纪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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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好像跟我这里不一样啊 这个你那边是阳光灿烂的样子是不是 对对 现在是黄昏 现在是这个伦敦的黄昏 那个现在黄昏 原来伦敦的夜晚黄昏四点钟四点半就昏暗了 现在已经是有春天的气息了 那么现在基本上你看现在五点多了 那个天气那个太阳还在 那个就现在一点点走上正常了 对 我后面感觉的是你真的是有阳光的感觉 你的心情好像也是比较阳光 不像我现在比较抑郁啊 就是因为纽约冷死了 冷死了以后 这个我们这里经济比较困难嘛 接受能源嘛 暖气开的不足 所以我还真是小病了一场 嗓子很痛啊 今天是非常 勉强的 但是非常 这个必要的 上这个节目就是 要满足我们的网友的需求 就是来请纪先生来谈一下 刚刚去世的新人大师 因为我们这个一方面 看到纪先生在几十年来 写过多篇关于新人大师的文章 还有一个事情是 我们的纪世民先生曾经 在这个新人大师的这个 他们叫寺庙吧 对吧 待过一段时间 是不是真的 其实寺庙是零碎的碎片化的 就是在这个洛杉矶的喜来寺 在他的这个高雄的佛光山 在他台北的道场 甚至于到这个宁兴的大爵士 都有住过 那么比较多的还是新云大师 在洛杉矶啊 他有一个大学 叫西来大学 我在那里 差不多有四五个月 做他的访问学者 在那边做点 这个关于新云大师的 有些研究 做点采访 在那里住了四五个月 所以在那一段时期 也就跟许家滕 这个走得就更近了 许家滕曾经要写书 也跟我聊了很长时间 那么这个 刚才你讲到许家滕 其实许家滕 要去采访许家滕 跟许家滕结缘 也是新云大师 跟我提的行 那个2008年的年初 他把我叫到台北 那一方面 那个时候 我也忘记做一个什么采访 另外一方面呢 他就跟我讲 你有没有兴趣 去见一下许家滕 我说我当然有兴趣啊 他说许家滕 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多了 许家滕这个年事已高 你们要赶紧 跟他留点东西 去做点访问 那么那个 那个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帮你联络 他真的很热心 那个2008年 他就因为他也不知道 这个许家滕的具体电话 他就叫这个 在洛杉矶西来市的法师 他的徒弟 他专门就是按照地址 找到那个许家滕的家里 跟许家滕那个做了联络 然后要了电话 然后再赶回来告诉我电话 我再跟许家滕联系 然后大概是五月份吧 那个五月份去做的 四月份去做的采访 后来五月份是这个文川地震 那么这个我是最后写这个许家滕的访问报道 是把这个许家滕在文川地震 这个默哀的这个情景都作为一个开头写进去了 这个我跟许家滕结缘也是因为星云大师 因为大家都知道星云大师跟许家滕有一个佛缘 所以我最近这个写过几篇文章 一个是星云大师原集 刚才你说离世也好 辞世也好 大师原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长文叫星云大师给我留下的生命记忆 因为2019年我写过一本书 那个星云大师专门把这本书取名叫人间佛缘 然后星云大师原来说 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星云大师和我 当时我看了以后我说这个不行 怎么可以把我跟星云大师放在一个平立的位置上 那么星云大师说主标题就不改了 副标题你要怎么改你自己改 后来我把副标题就取名叫做走进星云大师 走进星云大师 我是把我最初见星云大师 也是因为采访接得员 到那个后来这个到2019年最后 那个跟星云大师的这些采访故事我写成书 当然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事情 一些跟那个许家庭的一些 我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为什么会去那个会这个跟星云大师结缘呢 就是因为05年去采访了星云大师 那是我第一次采访星云大师 那时呢是正好那个马英九还是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先是去见了马英九 见了马英九以后呢 然后再赶到星云大师的台北道场 这个到了台北道场就颠覆了我的这个感官 原来认为寺庙就是红栅绿瓦 那个高墙很森严 结果那个佛光山的台北道场呢 它是在一栋大楼里边 那整栋大楼里边 上面的十楼到十三楼是四楼吧大概 这几层全是佛光山的 那里边有寺院是吧有那个图书馆 有还有他的媒体那个都在里面 然后我到那边原来约了十一点半 我到那边已经因为马英九那边时间长了 到那边已经差不多十一点半了 到了以后星云大师说 那个季先生你来了吃饭时间我们先吃饭 后来我说我的习惯是一定是先采访再吃饭 为什么呢我就怕吃了饭 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把该聊的都聊了 激情没了吃完饭 这个再聊就没什么好聊的 所以就一定先采访 然后差不多到两点左右才吃的饭 那么在聊的过程当中那一次开始我也有点战战兢兢 不知道该问不问不该问 但是我最后还是问了 就是外面一直说他是个政治和尚 那我就让他回答这个问题 他自己怎么看人家的这个回答 他说他没有政治立场 不参与政治也不想做官 他说那个他只是作为一个出家人 对四方友好都持有一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说我跟政治人物接触的多 你们说我政治和尚 我如果跟这个那个文化人接触的多 你们会说我是文化和尚 那我也可能会经常跟这个做饭的厨师 餐饮的接触多 他说你们会不会又说我是一个吃饭的 那个这个餐饮的这个和尚 所以他说这个他也不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 但是他那个就是不会参与政治 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什么和尚 和尚就是和尚 出家人就做他出家人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这篇文章在亚洲日刊05年 这个年初的时候刊登了 想不到05年的大年初一 早上9点我的手机电话铃响了 是星云大师的这个他的一个徒弟 那个打过来的庙广法师 他就告诉我季先生这个大师要跟你通话 要跟你拜年我真吓一跳 一个高征大德对吧 是我们敬重敬仰的这个出家人 结果他来跟你拜年 那么星云大师说我看了你的文章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 你可以这个你可以当总编辑 虽然我知道这是玩笑话 但是你听得还是很舒服 就是这句话也给我提了个醒 为什么呢 以后就是我专门还写过一篇文章 因为16年的时候 那个蔡英文到佛光山去见星云大师 后来呢星云大师就说了 那个蔡小姐你是这个 你是这个妈祖婆 那个就是台湾敬仰的一个宗教 那他说你是妈祖 你可以当总统 哇他这句话一说 在台湾呢引起了鲜蓝大波 那结果这个 那个尤其是蓝营 都是批评这个这个星云大师 因为星云大师 原来他是这个国民党党员 我们知道他还是 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对吧 那个后来就是这个 我知道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 我说呢星云大师说的是佛教语言 还不是这个政治语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有一句话三好 逢人是说好话 对吧 那个做好事 那个成好心 那这是他对人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说我可以当总编辑 并不是说我就是 真能当总编辑 他说蔡英文能当总统 也并不是蔡英文就是总统 他能不能当 对吧 他这个是一回事 最后可不可以当又是另一回事 那这个是要最后通过民选 对吧 通过他自己努力争权 我当时通过这句话 我写了这么一个感受和感想 对吧 那个也在他们佛光山的报纸上登了 那总之呢 那个新云大师给我的印象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心胸很开阔 那个 然后这个他不会对什么人抱有偏见 这个出家人 他可能想的跟一般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和尚不一样 因为为什么呢 他提倡的是人间佛教 为什么他把我这个书名起着叫人间佛源 对吧 那个实际上他觉得佛就在人间 对吧 我们现在认识的宗教都把它捧得太高 那他要把宗教落地 就在民间 所以他会关心民间的疾苦 关心民间所有的那个一些事情 所以你会知道 你就会想 为什么他一个一个出家人 一个和尚 他却要关心许家臣 关心许家臣年事高了 那应该要让他留点东西下来 把那个时候许家臣这个90年出走到美国 那个过程能够写下来 要有人能够写下来 能够能够这个这段历史不能让人遗忘 他关心这些 实际上他崇尚的就是人间佛教 所以他会关心人间的很多的事情 对吧 那个佛就在我们身边 他一直是这么来讲 这么来那个认识的 那么所以正因为他有这份心 他倡导的是人间佛教 所以我就有机会可以去采访这个许家臣 我是爱玲这个2008年 那个4月第5月初的时候 去了这个那个许家臣 洛杉矶 洛杉矶在他到他家里跟他做的 在他家里做的一个访问 那我跟许家臣那个时候 一直是聊了四个多小时 对吧 聊他为什么要出来 聊他为什么跟这个新云大师的这个 那个缘分 那为什么新云大师会收留他 为什么他他唯独就找的新云大师 没去找其他人 对吧 那个时候你跟许家臣聊 你就知道他跟新云大师的这个感情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互相之间 虽然那个时候去见他 新云大师以后就一直没有去美国 他年纪大了 那个长途飞机去不了 所以许家臣是非常非常渴望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就怀旧 渴望跟新云大师见面 因为他们这个其实两个人最初 其实也是瓶水相逢 没有很深的交情 那新云大师就收留了这个许家臣 新云大师跟我说 那个他是这个在 那个八九年的三月份 他是因中国佛教协会的那个会长赵普初呢 这个邀请第一次到大陆去访问 那么等他离开的时候呢 差不多已经四月初 那个时候胡耀邦去世 那么大字报在天安门已经出现 广场上也开始拒绝了很多聚会的群众 北京的学生民运运动是星星自火开始点来了 那么以后学生绝食啊那个游行啊不断升级 那么那个时候 新云大师就是带着弘法的探亲坛回大陆 那么这是库尔别大陆四十多年以后 他第一次在踏足自己的故土 那么访问集数以后呢 他就回香港 那么那个时候 许家藤是在新华社香港风设论社长 那么这个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许家藤呢 安排宴请行云 那为什么呢 那个许家藤跟我说 他呢是在把这个安排宴呢 安排在那个湾仔华人大厦的顶楼 那边是一个很大的宴会厅 一个大桌子 大概有几十个人 这个包括还邀请了香港的很多那个名人 为什么他会这么隆重呢 是因为分管台湾工作的国家主席杨尚坤 特别请时任台办主任杨思德 打电话给许家藤 要求隆重接待 那么许家藤说呢 这个新云在国民党当中呢 德高望重 上层关系很多 而且呢也知道他的佛光会呢 遍及全球 全世界的佛教界影响很大 那么他是一个重要的 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统战对象 所以就是很高规格的接待他 那么而且他们两个又是老乡 交谈这个盛欢 就由此结缘 那回到台湾以后呢 新云大师是出于礼节 他写了封感谢信给许家藤 那么除了感谢的话以后呢 他信中就提到了 欢迎许家藤将来任何时候 可以到美国西来市做客 因为他知道许家藤要去台湾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当时呢 因缘机会一份普通的感谢信 却在一年以后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 一个阴谋 那么那个新云跟我说 他是1990年4月27号 他接到陆坑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就陆坑告诉新云 许家诚想借西来市住几天 那么新云当然一口答应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许家藤呢 他还没有拿到美国签证 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可以到达 于是呢 新云就电话安排美国的 他的弟子慈勇和慈慧法师做准备 如果许家藤到了就先接待 然后呢新云呢就那个 乐业奸程啊 尽快的赶回美国的洛杉矶 在西来市迎候 那么许家藤呢 是这个通过那个原来的文汇报的一个总编 金如瑶 对吧 金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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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跟美国大使馆联系 美国大使馆那个时候呢 据说那个许家藤跟我说 他们也吃不准这么大的一个人物要到美国去 就要向美国国务院那个汇报 结果呢就拖了一个礼拜 才那个答应许家藤这个可以去 而且这个当中还有个事情 就是当时呢这个许家藤这个接到通知 马上就这个他那个护照还没交 马上就从深圳 他一直在深圳等 赶到香港 结果他早就在小时 这个在这个里面有一点点细节性的问题 就是这个深圳市委副首记秦光俊 接到上面的通知 要去办访这个许家藤 许家藤当时住在这个贝林区 他原来的不太习惯于散步 但是他在中共党内工作了很多年 需要办一个华子梁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天天散步 天天散步 有时候呢就时间比较长 再回到住的地方 有时候呢 时间比较短就回来 从来使那个新华社江港分社的 这个内地的基地啊 就是在深圳的贝林区 这些刀带人员 这些密室人员或者安全人员呢 就对许家藤的这个行政呢 有一点不确定 所以秦光正跑到贝林区的时候 就问许家藤到哪去了 他们说许社长啊 去散步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随随便可能回来 所以秦光正就在那里等的时候 许家藤呢 就经过了卢河海关 卢河海关还认识他 因为那个时候的许先生很长时间 几乎天天都在电视机上面 海关的人员啊 就是说许先生你要回香港了 他说是是是 他吓一跳 原来到了香港之后 再开始办办这个 这个签证 办签证的主要办理的人呢 是金教鱼 他也住在金教鱼家 金教鱼家 金教鱼是跟 美国的 这个 这个香港的总领事 很熟 在这个期间 再开始安排 如果到了美国去 去什么地方 而不是说呢 他在深圳的时候 就跟新人大使开始联络 那个是非常毁灭的 危险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几乎 大部分的细节我都很清楚 包括他到了这个 香港的当天晚上 就给中央的几位领导 写了信 写信的主要的内容 就讲自己想去休息一下 然后呢 不会叛国啊 不会判短啊 判短了这些东西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呢 联络到了陆康 因为陆康又是呢 跟这个新人大使很熟 因为那个时候 许先生是他的儿媳妇吧 陪同他一起去的 没地方住 在陆圣津 因为一把华语要知道去 肯定会请许先生住 但许先生也不乐意 这个时候再想到他的老乡 新人大使 而陆康呢 当时候他 他在这个 这个九九三 但是呢 他也后来陪图 许先生在西德寺 住了一段时间 西德寺也安排了一些 其他的我认识的朋友 也在西德寺诸古 这是后面的这个细节了 抱歉 我就把这个时间跟你讲一讲 许家城是飞到旧金山跟陆坑一起到这个洛杉矶了 他没有直接飞到这个洛杉矶 那么新人说呢 他当然也知道 许家城此行的目的 对吧 但是他是本着佛门慈悲慰怀的心 没有去想政治上的利害得势 那么其实新云在西来寺 在许家城之前 还接待过一些因为六四受牵连的民营人士 比如说钱家剧啊 乌尔开西等人 这是那个新云跟我跟我说的 那么当时呢 新云接待大陆民营人士的情况 也是在中共的掌控当中 有的人就向新云传话 希望他不要收容出走的大陆民营人士 新云表示我谅解他们的苦心 但这是大陆和海外观念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那为什么呢 新云就认为西来寺是宗教的道场 是救苦救难的寺院 基于人道的立场 没有理由那个你聘人与门外 更何况佛教自古以来就有接纳受难人的这个传统 那所以那个时候 他是顶着压力在做这些事情 OK 抱歉 刚才我查了一秒钟 就是我看曾飞一写的一篇报道里面写得很清楚 1990年4月30号 从香港回到洛杉矶 我是原来这个新云跟许佳登跟我讲 他因为是到 因为要跟陆坑会合 到了这个旧金山再到洛杉矶 这个反正都不重要 但是许佳登跟我讲一个细节 如果说 那个因为 因为30号是第二天是要过五一劳动节 30号晚上有宴请 所以深圳那个市委就耽搁了 本来就是他们是 那个建了许佳藤 就是要陪许佳藤到北京 那么但是许佳藤在他们到的前半个小时已经走了 这一种姻缘机会啊 真的是只有天安排 他倒不是说已经是得到了北京要他 要他这一天要他走的这个信息 恰恰我又 实际上许佳藤是知道了中央会找他 谁告诉他的呢 可能我也很难想象 是他去北京的时候 陈晓晶请他吃饭 陈晓晶是陈培显的孩子嘛 那么请他吃饭的时候呢 把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这个三野滑动系统的 一个一个一个老大哥请来了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曾经红 曾经红在陈晓晶家 陈晓晶家里吃饭 就直接告诉了许佳藤 老江怎么怎么样 因为原来这个 这个许佳藤啊 他对江泽民或者对他人呢 都以晚辈相对 虽然他江泽民已经是政治主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 但是许佳已经觉得 这个你你你差的太远了 以至于江浩来 这个这个怎么样了 许佳没把这个事情 当回事 这就造成了江各有一些因素 听说 这也是许佳先生跟我说的 在那个参会上 曾经红就告诉他 你你你你你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说真正推动他 离开中国的是曾经红 嗯 因为秦光镇这些副书记都是打工仔 他们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是那个因为他他如果说 秦文镇不是秦光镇 对 因为他如果说是这个认为安全的 他也不会向美国大使馆要求走 对吧 他跟我说当初他他前车之剑呢 就是梁湘 对吧 梁湘 梁湘他们都非常熟啊 他们都非常熟啊 梁湘因为也是被叫到这个北京 下了飞机被带走 然后再也没有回到海南 再也没有那个活着出来 这是他的前车之剑 所以是他下决心 不过梁湘的事情 梁湘的事情我也算比较熟悉一点啊 因为梁湘我也很熟 您说 梁湘和这个史诗节呢 他们做专机好像做同一个专机啊 把他们接到北京 接到北京呢 史诗节就就自己就就安排到什么地方就开会去了 只有一批人就把梁湘的靠在这个这个招励所 交代问题 后来把他也这个用武警啊 也没有给他戴上手铐啊 就把他这个再送回到海南岛 他现在回到了海南岛 他在海南岛接受审查 即使审查来审查去 也没审查出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后来说的儿子做什么声音啊 那都根本谈不上什么事 梁湘晚宜呢 是住在深圳 你住在深圳的时候 你还很很搞笑 那个时候啊 他开始住在广州 后来住在深圳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进不去 为什么进不去呢 他没有那个边境通行证 所以把他整 好像有一个 我说是放在后车厢里面 这样进去深圳了 进去深圳也就没人把他赶走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没被判刑嘛 就是很多事情就搞得不清不楚 梁湘后来在深圳是非常悲惨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医疗保健 没有医疗保健 他就在福田嘛 这是梁湘的情况 但是许先生出来的时候 梁湘的命运还没完全确定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梁湘是被杀头 还是这种怎么样都不清楚 所以这就是他说我不能像梁湘那么下场 抱歉 您讲 对 那个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洛杉矶呢 他实际上在西来寺后面啊 有几栋这个房子 也是属于佛光山的 那么他实际上是安排这个在里边 那我曾经是在西来寺的这个 他那个有像招待所一样的 在那里住过几天 我采访许佳成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住 在他们那里 对啊 我都吃过的 那些地方我都很吃惊的 我原来跟你的印象差不多 以什么寺庙啊 是一个很简陋的地方啊 结果我没想到 那个西来寺那么富丽堂房 对吧 当上我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 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了 就是你刚才讲过了 叫千家居嘛 千家居是比史家庭更早的时候住在西来寺 但是我要讲这些事情的 我不是说批评西云大师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呢 把西云大师收留民运分子和收留水家庭呢 不以巴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民运分子啊 也包括水先生和千家居 都是名声非常之大 谁招待他们都是脸上天光 曾光 不曾在一个风险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同情 1989年的这个六十世间的这些学生 这些知识分子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远远不止西云大师 给予帮助 很多人都给予帮助 我今天又透露一个细节 为什么要透露这个细节呢 就是因为 这个当事人已经去世了 对他的企业不会产生影响 所以我在披露 那就是水先生离开西来寺以后 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帮助 这是长荣的创始人 张仁华先生 抱歉 你继续讲 我这是给你 我给你 提供一下背景 挺好的 挺好的 那个 这个他在 许先生在西来寺住了一个月 住了一个月 那个 后来是 就是你说的 那个 长荣给他了资助 还有信报 信报这个 出高价 让他写专栏文章 一万美金一篇文章 那个 林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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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 我相信那个 那个 那个 何老板 何平 如果说碰到这个情况 也会出高价 就是 也会 仗义 这个 相助的 那个 那个时候 我的我的主要工作是跟许先生吵架 所以他对我是非常生气 因为我天天把他弄到这个 这个 后来我两个人不想跟他吵架了 我就每一次朋友去的时候跟他聊天 然后我就到旁边去 玩我的手机去了 那 我所以 所以这个许先生最好走的时候 他的家人 都警告我 你今天不能跟老爷子吵架了 你这样吵架就把人家 一切之下就走了 开玩笑开玩笑 他那个时候 他在西来寺 最近很多的细节我都清楚 包括这个 对 你讲 他在西来寺一个月 那个几乎新英大师就一直陪着他 他们聊天 那么新英大师说 这个许家腾 讲讲他的这个 共产主义理想 对吧 那个新英大师 讲着他这个出家人的宗教信仰 他们就是这样来碰撞的 那个他们相处的 比你跟许家腾相处的好一点 可能那个 他们彼此之间很开气 新英大师很有修养 许先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 因为有修养的人 好比那一部分我都知道 这个 新英大师是看到这一方面 实际上在当时候 我又透露一个消息 其实这个消息可能不需要 我透露大家的知道 当时候的中国驻美国的大使 应该叫驻大使吧 是居家争还是谁 专门从华盛顿到洛杉矶 然后办访了这个许家腾先生 而且特别讲 许老 老同志 老领导 怎么怎么样 随时 我都陪您 回到这个中国 许家腾当然明白意思 马上就跟他表白 我不会怎么怎么样 我不会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就是其中一段 一段的插话 我后来跟许先生讲 我说你这个人跑在新的市 怎么可以 你一个革命者 而且心里很花 然后你在这个新的市 怎么会拉着去寂寞 我觉得他在新的市 其实是并不是 除了跟新人大师 他聊得听 聊聊天 聊得非常舒服 非常好以为 他其实在新的市 他那个生活环境并不习惯 吃东西也好 这个生活也好 所以他在蹭蹭蹭 要走一走 马上就成容 老板说 把他的房子给他住 其实是借给他住的 抱歉你继续讲 因为你说的对 在希莱寺 他不会给他开小招 基本上他们那个吃的都是吃素的 但我在那边也是花五块钱这个美金 在那边那个就是这个自主餐全是素的 你难得吃都是挺好的 但你吃一个月试试看你受不了 当然这个新云大师一直陪着他 他们还是还出去四处走走的 海边啊 那个拉斯维加斯都有去 那个当时呢 我就跟这个许佳藤说 我其实可以写一个故事 他说写什么故事 我就写一个共产党员 和一个国民党员的这个缘分 你还不是佛员 你们是两个党员的缘分 他说可以写啊 我愿意跟你聊 他愿不愿意说 我想这个新云大师绝对不 不愿意再让他讲国民党的事情 那后来也就没写这些 那么这个当中其实当然有很多这个故事 包括最后因为开了个记者会 对吧 那个想为这个许佳藤做一些澄清 许佳藤也是公开讲讲他的四部 就像你刚才说的 不背叛国家 不背叛共产主义 不和民营人士来往 不见记者等等等等 那个为自己还可以回气流后路 这个实际上有点天真 但是当初呢 这个环境要比现在是要好很多 对吧 毕竟还是改革开放至终 那个 那个 但是 记者会结束以后 有一个记者 这个在 大家已经搜这个设备了 有个记者突然问这个 那个新云大师 你对李鹏怎么看 那新云大师说他吓一跳 怎么叫他谈李鹏 他说他本来想说我 我不了解 那个刚刚想说 陆坑就把话筒抢过去了 他说我来对他 替大师回答 结果就公开的把李鹏 就是狠狠的批了一下 那么结果呢 骂得很厉害 结果呢 就是上面就是把陆坑和这个 这个新云全部列入黑名单 就是因为这个不让新云再进这个大陆 不再进大陆 对这个我 您讲 那个这个是另外一段故事 这个也就是成为后来 新云可以跟江泽民成为有福源的一个伏笔 OK 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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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先生呢 回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就是陆坑 陆坑呢 在早一段时间的点点今天事里面 我讲了一下他的这个故事 我也可以什么时候讲一讲 我和陆坑不得不说的故事 也可以讲一个十几二十几 陆坑啊 他一个名字叫陆大生 陆大生的意思就是声音太大 不该讲的话他也讲 小生讲的话他也大生讲 江湖传说那是这个这个 蒋介石讲的 谁的声音这么大呀 他说陆坑 陈子宇和陆坑说我叫陆大生 所以陆坑给你写信的 他不会写陆坑的 他叫大生 对吧 我大生呢 他非常得意 实际上呢 他经常造成很多麻烦 这些麻烦就成为 主信上和陆坑之间的 非常搞笑的这些事情 有时候 许先生那是喜欢赞扬人的 许先生对你的文字就 就就就就就 非常的高兴 许先生写的那篇文章 你好好看一看 他就就就 你在雅乐周刊 这什么叫法的吧 但是他的陆大哥吧 他们讲这种感情很深 可以说是 有生死之间的味道 更有人品材料的味道 因为许先生有钱了 陆坑没钱了 陆坑在这个香港的时候 生活比较困难 许家腾知道了 所以既然陆坑生日的时候 挣了一笔钱给陆坑 陆坑 完全就拒绝 这个是奠定了 许家腾和后来陆坑的私人关系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虽然陆坑对许家腾也 害得很惨 知名的访问 胡耀邦的事件 对吧 那完全是 这个这个 许先生一手安排的 那么到了 后来呢 陆坑啊 或者是我们啊 跟许先生在一起吃饭和聊天 我一般来讲 吃完聊天 讲过什么都会有钱 我忘了 哎 陆大神 陆大哥他不一样 他跪下这人就不见了 到一家房间 出一那个 笔啊 写出那个文章出来 那个字吧 懂大的字跟标题一样的写给那个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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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的那个信保 对吧 还有台湾的一个叫财信的这个杂志都搞会很高 对吧 路口就靠那点钱给生活 但他经常写错 你写错啊 或者是写下在参筒上 胡宁乱远的话 这个这个 这个许先生就很不高兴 知道吧 甚至有时候当到这个我们的面 这个跟 路口发明气 路口也无所谓 那个事情确实 你刚才讲的很对 就在那种场景之下呀 陆大哥是发自于内心的 对李鹏的厌恶 但是使这个事情变得了 很难以回转 包括陆先生后来要回国的事情 这个李鹏就讲狠话呀 李鹏说 这哪里走的 该怎么回去 怎么出去了 就是怎么回来 我相信你都了解这些细节 这是跟陆大哥敞扣有关系 我查不一下 抱歉 那个 在跟这个许家成接触过程当中 我发现 他晚年呢 其实 还有很多遗憾 这个 或者说因为也是比较孤独吧 对吧 有落叶回根的 这个 归根的这个想法 当然他现在的这个骨灰是回去了 对吧 这个和平先生你应该很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 他也是带 最后是带着遗憾走的 因为后来的这个环境越来越不好 这个虽然这个新云大师 也解 因为江泽民 帮他解决了 他这个 可以回这个大陆 对吧 这个 因为毕竟他内地有很多这个 信众和弟子嘛 他要把他的这个 佛光山的他的人间佛教的理念 能够传到这个内地去 所以不能回这个内地 对他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 那么但是你要回去 你又得小心你的言行举字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也亲身经历 我也知道 因为当时这个许家登跟我说 他很想这个见这个新云大师 那新云大师来不了 他说能不能他去台湾 他也很想去台湾 那么 那个时候我也通过 大师的地址联络 大家都觉得这个很难 对吧 那个时候这个两岸关系 这个又不是很好 我那个时候是在12年 那个时候 那么那个当初就 就是跟许家登说 这个可能性很小 他去有这个佛光山 邀请他去台湾 对吧 那个见新云大师 当初许家登就是想见 到台湾见两个人 一个就是新云大师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台湾著名的摄影家 那个郎靖山 那个郎靖山在许家登 离开香港前一年 他是99岁高龄 他到香港去拜会许家登 那么他们 他也是江苏的这个淮英出生的 他们又是老乡 是江苏老乡 两个人很投缘 所以当时许家登相约这个郎靖山 一百岁的时候要陪他回家乡去猪寿 但是这个最后许家登自己都回不去了 不要说这个陪郎靖山 最后郎靖山就在这个台湾做谷 他那个也最后辞世了 许家登在跟我讲这些事的时候 他眼眶都红了 一个老泪纵横 他已经是90多那个时候 他说我是约了 不久他去世了 他说他一直挂在心愿 有可能话他要到他的墓上去拜祭 去了了心愿 但是后来几年 我真听说许家登去了台湾 这也是这个何平先生你说的 这个长庸帮了他的忙 那他那个接到台湾 接到台湾但是非常不巧 他也没事先告知 他到了台湾 这个去了郎靖山的这个坟墓上拜祭 也去了佛光山 但是新云大师去了江苏宜兴 他们没见到 当初那个他就跟新云大师的弟子说 这个能不能让他跟新云大师通过电话 那他的弟子也摇摇头 后来弟子告诉我 新云大师在里面 他的手机可能随时都被监听了 他也这个很担心 这个事情会不会最后变成什么 可能会变成什么情况 最后他们两个连电话都没通上 那个这个也是老人 那个或者说两位老人的这个一个心结 最后都没能这个了这么一个心愿 我是在在旁边作为小辈 我都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遗憾 这个政治实在是太残酷 政治实在是太残酷 太残酷 那个虽然许家腾这个落叶归棍 这个让他的这个骨灰 可以让他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 但是那个那个和平先生我我两年前我去了南通 当初我我也打电话跟你说那个我想去老爷子的坟上拜祭一下 结果呢 那个时候才知道老爷子的骨灰还在他儿子的家里 一直没有找到地方路障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最后最后路障 那个人 日状是日状是可以 关键就是那个混沌的大小啊规格啊 还是就说最后的这个讨论之中啊 就说你当时去的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情况 有些事情吧 你讲多了吧 在地方政府也是有压力 所以后来我们也不想把这个事情再变成一个新闻事情来来追究 等到哪一天这个事情更冷静了 大家都可以把这些人物当当成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 这些事情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好办一点 那你刚才讲的郎静三啊 讲到新闻大师啊 他们这些情感呀真的是 我还能够理解老人的最后组织前的那种复杂的这个心情 人生嘛总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遗憾了 哪怕是对于他们这些权力一度很大 名声一度很大的人 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上的光鲜 实际上背后很多的故事还是蛮感动人的 我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特别想请教你的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啊 就是已经很多几十年了嘛 就是新闻大师上了黑名单之后 他居然后来又回到了中国大陆 而且还听说得到比较高的这个规矩的接待 就是江泽民嘛 对吧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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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名单 因为我知道一个政府把谁连去黑名单 那可能比较盈利 一个判施所的警察这个把你还连去黑名单 要把你真的黑名单把你拉掉 而且由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来来接待你 这个过程中间是一个统战的一个安排 还是有人真的是态度了一些最正的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里边是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大陆方面对新闻大师在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李鹏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那因为他接待了这个收留了许家屯 而且也讲了一番那个痛彻李鹏的这个话 那么所以这个他跟大陆之间的这种这个 那个矛盾和这个一直是难以化解 那么这个当中呢 他曾经回去过两次 就是1994年和1996年 是有赵普出这个佛教协会的这个会长赵普出的担保 还有一个就是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特别批准 当初李瑞环说我才不相信一个出家人的袈裟 就能够把我们共产党打倒 那么这样呢这个新闻大师才能够第二次第三次回大陆去探亲 那么这个探亲呢并不是说他已经跟这个中共达成了和解 那么那个时候当局是把他陷得很死的 你只能去看一下母亲 然后你必须就就就就离开 所以当时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出面为新云大师抱不平 为他说话 就包括台湾政认家这个丁仲江 他就到北京见了江泽民的时候 就跟江泽民说 那个新云大师至少代表海外五百万佛光山的信众 那你拒绝了新云就等于拒绝了这五百万人 那么有说江泽民有此就记在了心中 但是后来呢那个新云能够回去这一两次 或者说他要再要申请 他的地址都可以批 就是他的申请都是被那个退回来 就这个结一直是到西安法门市的佛子舍利 要渡海到台湾 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新云大师说呢 就是有一个旅美企业家叫李玉林 向中国的中央的当事统战部长王兆国建议 希望这个佛舍利子到台湾供奉呢 是就可以让新云大师来办理接待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王兆国是专门写了一个报告给江泽民 那么得到了江泽民的这个点头同意 那么做了批示 他写新云牵头联合迎请共同这个供奉绝对安全 一共是16个字 所以呢1989那个 所以那个是到2002年的时候 那个2月23号 那么就是这个那个佛舍利子呢 在首度来到了台湾 其实1989年的时候两月份呢 这个新云大师去过西安那个法门市 对吧 当初也参观过这个佛舍利子 所以当初呢他提出来 想让佛舍利子到台湾去这个展出的 所以呢 也就是那一次江泽民那个一言定读 开版定案 那么新云大师终于被卸下了 进入大陆的这个黑名单 那么这个他开启了两岸的这个宗教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交流 那后来呢 这个佛舍利子展出很成功 在把佛舍利子送回去的时候 新云大师到这个西安 那么当时呢 这个有人牵线 就是说江泽民也到西安 在那里跟新云大师见面 第一次这个见面 但是这个时候有人在旁边那个 那个 那个造谣说 说坏话 说新云大师跟达赖喇嘛 那个搞在一起 要联合办学啊什么等等等等 江泽民已经到了西安 最后还是两人无缘见一面 最后取消了 那取消了 后来是在这个 这个世界这个 这个世界宗教大会的时候 那么这个前后江泽民跟这个新云大师见了面 那个是2006年的时候 那个他是见面的时候 江泽民就用手一划 他说前面一切都让他过去 就说前面的恩恩怨怨都不谈了 就是以后那个可以多来往 那么这个是已经是2006年了 他们两个这个才有机会见了一面 随后呢这个新云大师说 那个由于许家腾事件带来的种种误会 那么经过那一次的会晤 往事就不谈了 对吧 那个究竟谁是谁非 江泽民这样的裁决 那么他我们大家都愿意把它作为一个过去 不再谈了 那不再谈了 以后就我在采访新云大师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是多次提到了江泽民 所以我在写这个 他跟许家腾的这个关系 对吧 那个的时候我就提出 能不能提供一张 他跟江泽民合照 因为我想 我说你们经常见面一定会有合照 他说这个呢 他要去这个寝室 他不能随便给我 那么在我这个截稿发门的时候 那么佛光山给我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没有新云大师跟江泽民在一起 是江泽民在为新云大师扬州的建政图书馆 提字那张照片 那么当时呢我也有一种联想 那我是觉得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 他是去寝室江泽 江泽一定跟这个 这个江泽民说 来龙去脉 背后是什么故事 到底是写什么故事 要这个要他的照片 一定是会讲清楚 那么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六四那个二十年纪念前 对吧 那个这个这个的时候 我相信他知道这个可能会跟六四有关 他还是愿意提供这样的照片 那我相信江泽民应该是有他对六四事件的 他的一个考量 那和平 如果我是这么想 那么 那 所以这张照片 那个 我觉得也是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 就是 就是 唯一一张 是说明江泽民跟星云有这么好关系的一张照片 星云大使有没有跟你讲过 或者透露过 或者是你正提到后面得到消息 中共这些领导人 有多少领导人实际上自己书下也是信服的 您觉得江泽民到了小寺庙去看一看呢 完全是他的一个文化欣赏的角度 还是他真的是也是有福云呢 其实这个那个这个江泽民啊是非常有佛缘的 那个他是这个在他去他的这个 他到这个星云的这个那个那个寺院去 他还见了 见了他的这个寺院的那些法师 那寺院的法师 他跟这个法师 他还问法师 他说 你为什么出家 那个法师呢 回答得非常好 他说那个 这个总书记 你是这个那个 他有一本书叫那个外国人写的这个 那个 他叫什么 他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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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 你这个是为了 你做你的事业是为了改变中国 他说我呢 是为了改变我自己 所以我出家 那个 这个江泽民听了以后啊 非常欢喜 然后他还背诵了 一段这个经文 从头到尾背背 都是背下来的 那我是在其他的一个寺庙回忆 江泽民去这个他们那边 也看到过那个说 江泽民那个背这个诗文 这个这么一段故事 就我就觉得江泽民 这个他好像也去过九华山 他对这个宗教文化 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非常感兴趣的 那个 所以他不完全是这个 那个 一种领导人在这边关心一下 对吧 还是对宗教文化的一种兴趣 另外就是江泽民他本身的 那个中国文化的底蕴啊 也很深厚 也很深厚 很深厚 当然 那个 我们也看到 这个 习近平 习总书记 见新云大师的时候 都也说了 对吧 你的这个 给我的书 我都看了 那新云的书 不得了 给他的书 那个百年佛元 那是几十本的 那个 他写的 那个 那个 他都能够看完 我觉得也是 我这个 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那 我是 新云这个 在他的百年佛元当中 讲了不少 跟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故事 故事 但是 别以为 这个 这个新云 跟中国 这个领导人 尤其是高层 有这样的一种 缘分 他在 中国大陆 那个 在 要 开展他的这些 佛教文化的交流和事业 并不那么容易和一帆奉盛 我所知道就是上海 对吧 那个 上海有他的文教这个馆 它是完全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 但是就有那些下面的国宝 老是过来找麻烦 对吧 老是过来找麻烦 要赶那些这个法师走 那个 那个 所幸的是 那个当地的台办 对吧 涉台的人员 在宗教局市里面呢 还比较支持 对吧 所以他们 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 做一些文化交流 星云呢 其实他还有两个心愿 一直没有完成 一个心愿是什么呢 星云在我的访问当中 他也说 他也跟这个北京宗教这个局的这个领导说 中国大陆一直想两岸统一 那么在两岸没有统一前 为什么不能想办法让宗教先统一 两岸的佛教都是 那个像台湾的几大这个佛教的这个教派都和内地 中国大陆关系很好 那为什么两地的佛教不能先统一 那这个是他一直这个心心念念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虽然中国这个大陆让他回家乡 在宜兴给了他很大的徒弟建了宜兴的大爵士 但是星云大师佛光山呢 有一个叫那个国际这个佛光协会 佛光山的这个佛光协会 那么他希望在大陆能够建立他的佛光协会 让他的那些那个弟子 能够名正言胜的成为佛光协会的这个会员 但是这一点这个中国大陆也是一直没有批 他一直没有批 这是这也是他这个心里边的一个结 他的一个原来的一直的一个愿望 那么但是中国大陆不愿意放开 不愿意放开 他是像台湾的几个这个宗教派别 他给予不同的待遇 有的是可以给你那个注册协会 有的是给你寺院 他都分开 不让你有一个统一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宗教这个传播 这个文化传播的一个方式 何平先生 我差不多就讲这些了 对你这种观察实际上 对这个大家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支持 就理解中国大的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就是说什么叫中共体制 什么叫中国的政治机器人 你即算是你跟江泽民很好 你跟习近平很好 习近平也想支持你 江泽民也想支持你 但是你真正具体办事情的时候 那各个部门 他在执行的时候 他可以把你的东西改变 他可以把你的东西给限制 甚至他提出一个跟习近平 或者江泽民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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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相反的意见出来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不要认为一个领导人 有那么高的位置 他他他想办什么事情 办什么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制 特征 新人大师的这个这个趣事啊 现在啊就是 让我的感觉就是 影响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大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进入了新的一个时代 原来跟新温大师有复原的这些人 很多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说有人说 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有一个非常风光的一个趣事 最好是再早一点 因为你的朋友和亲戚都在 到了这个年龄 你看没几个人在了 你刚才讲的狼青山的吧 讲的都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了 我估计啊 那当年是多么重要的 这个文化界的这个大师啊 对不对 陆康这些人都不在啊 哎呀还讲起来这个事情 实际是这个令人很感慨 而我们的季先生 季世明先生呢 他在这个 在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职业媒体的这个声音中间 恰恰的见了很多很重要的历史人物 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讲出来 历史可能就没有这一笔的这个记录 所以非常感谢季先生提供了这么多的 这个非常细节性的故事 但是我在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问完 我们节目就差不多了 因为时间告长 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习近平啊 跟新闻大师说啊 你送给我的书都读了 都读了啊 我也相信可能是真的 翻了一下或者把书全部放在书桌上 也可以说我都读了 对吧 至少不会把秘书节目拉走啊 习是读书人啊 这个我也很清楚 跟外交这种这种流传 完全是不是一马上 但是我想请教的是 他在什么情况之下 见的这个新闻大师 见了几次 那么习近平家里的这个家人的服务员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些观点 还是没有观点 我所知道的是 他那个新闻大师不是单独去见他 他是跟着连赞的国民党的访问团 那个去的大陆 一共是见了两次 那个他确实是应该是一个 那个很很这个 跟各级领导都能够相处得很好的 而且有一年 我记得我专门写过文章 这一年他去见了 跟连赞见了习近平 然后又见了 又见了这个江泽民 他就可以等于说 一年里面见这个中共主要领导 可以见不同的主要领导 都可以见 大家都愿意见他 还有一个就是中共的领导 也认为跟新闻大师有一份佛缘 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进化 我相信这个宗教的力量也是存在的 对吧 那个 至于这个习家的这个宗教的信仰问题 我想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可能跟这个 跟这个新闻大师关系不大 跟另外一个大师关系大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 对啊 我之所以最后面问这个问题 就是为未来访问 蒂世民先生 满下了很重要的一个伏笔 哈哈哈哈 就看看那个时候怎么样 对对对 好 那么这个非常感谢蒂世民先生 也感谢我们的观众 我们好奇会在这个节目进行一些 这个增加一些视频的素材 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是美丽的 伦敦的晚上了 伦敦呢 就是我最近去了以后 在伦敦也要见了这个金先生 我们还吃了几顿饭 那么这个这个 伦敦给我的一个印象 今天早上还是昨天 我跟金先生说 就是一点像这个我们想象中间的 记忆中间的 或者是某种印象中间的一个欧洲 跟美国来比不是一马上 美国一下回机你就看到是非常粗犷 非常粗暴的这一个景象 冷灯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 一个可以一个很 典雅的一个词在行进他 是吧 对对典雅精致 对吧相对是精致的 对对 唯一的就是中餐比法拉圣的中餐相差三十 好的好的 欢迎谢谢你 谢谢你 这个经常参加我们的节目 有的观众还会上这个想你金先生 怎么金先生你不见了 是不是跟你政治观点不同啊 是不是你们思想有什么分歧啊 他们根本搞不清楚 做一个节目哪里那么隐移啊 对吧 要配合相关的话题 要配合彼此的这个时间 对吧 还有很多事情 我可以讲一下金先生是刚刚去这个英国 不太长时间 很多事情还没有安定好了 那安定好了以后 金先生会经常出现在大家面前 谢谢金先生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明镜news.com 推特m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